所以最後的話呢 如果按順序 剛剛這樣寫出去的話 是有按照順序沒錯 可是問題喔 因為這個二號也是第三 所以他會把第三加一之後 放在第四個位置 然後呢 這個二放進來之後呢 八又把它蓋掉了 所以呢 變成二 二號就不見了 那怎麼辦 所以我剛剛提過 如果你要放資料之前 你先確定一下說 它裡面有沒有資料 如果有資料 那我就往下一列放就好了 如果沒資料 我就放原來的位置 那這個敘述怎麼敘述 所以接下來的話 我把它改寫一下 改的方法 這邊的話 需要做一個邏輯判斷 那判斷的方式的話 就是在K的下面這邊 加一個邏輯 一副 如果什麼呢 如果你要放進去的這個儲存格 那這個儲存格 那這個儲存格是 Sales K列的 K列的低欄 就是這個東西 你要放進去的這個儲存格 先檢查一下 裡面是不是空的 那是不是空的 等於空的 或者另外一個敘述 不等於空的 空一格 我習慣用那個不等 如果是不等於的話呢 那表示是裡面有資料 如果有資料就放在下一列 那反之的話空一格 Enter兩下打一個L 反之 反之的話做什麼 那我習慣先把結構打出來 那特別注意 這個邏輯是說 如果儲存格裡面不等於空 不等於空 意思說裡面已經有放了一個資料進去了 比如說第二名先放了 那第八名應該放到下面 所以如果不等於空的話 那表示有資料 如果有資料的話呢 就把它放在它的下一列 所以理論上 原來應該是放Ls 原來狀況是等於空的 裡面都沒有放任何資料 那你就放 放它原來的位置 那如果假設它裡面已經有放資料的話 那我很簡單 我把它放在它的下一列 它的下一列 它的下一列怎麼敘述呢 很簡單 它的下一列 下一列的話很簡單 就列的地方加1就好了 有沒有 它的下一列 這樣子加1就是放到K的下一列了 我們來試看 所以這個把它清除掉一下 那一般習慣上是設個中斷點 因為如果按F8可能要跑很久 我先設個中斷點 跑跑看 所以理論上 當什麼狀況下 我把它這邊執行一下 當它輸出1 應該沒問題 它就跑1 然後當它輸出2的時候 再來的話 因為第三名有沒有 會重複 第一名第二名 所以應該是什麼 它變成沒有第二名嗎 是沒有第二名 變成1 然後33 456 底下 只有5 只有5 所以應該是12 有2 所以3345才對 OK 所以再來的話應該放8 8 它的名次是第幾名呢 它的名次 是放在那個 它是3 加1的話放在第4個 所以這個第4個位置已經有了 放2 所以它怎麼辦呢 把它加1 所以放到下面去 按F8 有沒有發現 因為我把它加了1之後 把它寫到下面 所以8就會放到下一列了 OK 所以喔 主要是增加一個邏輯判斷 如果 K不等於空的 表示說呢 裡面已經有放了資料 那我就往下一列去放這個資料 其他應該都沒問題 所以這個把它 執行 結果就OK了 所以差別在哪裡 主要是這樣 原來只有這一行 那我只是在外面加一個邏輯判斷 邏輯判斷 如果它裡面不是空的 就是類似像有2 那我就把它放在它的 下一列的位置 原則上大概是這樣子 OK 所以這個部分提供給各位參考 那這個邏輯其實已經有 那麼一點點的複雜了 不過你會發現 再怎麼複雜 改來改去 基本上就是怎麼 就是 對喔 這個一幅裡面還有一幅 所以將來比較麻煩的地方 可能就是會是很多的邏輯判斷 那主要是針對實際上遇到的狀況 你可以再增加很多的判斷 讓這個程式跑起來 會符合你要的結果 OK 所以這個 那這一段程式碼 我在雲端上其實也有放 那各位可以參考一下 這個應該是放在哪裡 放在這裡 不過我這邊 我這邊應該是寫等號 如果你寫等號的話 那上下顛倒 變成加一在下面 但如果你改成不等於的話 這邊不等於是這樣 不等於 那你就是這一行跟這一行顛倒 大概是這樣 所以寫法很多種 OK 那請各位試試看好了 畫面再還給各位一下